有关网传身心障碍者遭殴打案件,古山分局在此说明 本案系110年12月23号23时50分,本分局接获110报案 指称本辖某医院急诊处有民众受伤 经派员到场系许姓民众受伤,并由其母亲在场陪同 经了解,许姓男子在当晚23时许由友人郭南至其住处 再离跟其他人会合,双方在案发地点讨论两周前 在屏东潮州出游时所发生的言语误会 许南昭、郭南等人殴伤,造成头部受伤 警方获报后,在一小时内将郭南、周南、李南、廖南等 四人全宿待反所侦办 全案依杀人未遂,妨碍秩序罪嫌移送侦办 全案依杀人未遂